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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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它迷迷吧裡面有什麼 這個櫃子打開就是迷迷吧 有膠囊咖啡 茶包 膠囊咖啡的選擇都很多 進出之前啊 建議大家可以先加入文華會員 然後配搭小禮物 然後這個是預言 等一下泡澡就可以拿來用 接下來我們來清潔浴室 是呀 燈光非常有質感 這個閃燈的感覺有沒有很像在 好萊塢電影場景裡面 我們住的房型是有更新過 所以它這個提供的 它是免治碼頭 浴缸 蠻有設計感的 好旁邊還有鏡面 來這邊一定要拍的中坪 這個中坪也超好拍的 這個中坪還不說啊 很有自身在歐洲街頭的感覺 這也是飯店的健身中心 設備還蠻多的 有很多重訓的設施 泳池比想像中小 不過很美 城市中的室外桃園 一晚泳池會點上燈 感覺更加的夢幻 它各樓層啊 有不同的餐廳 餐廳的氣氛非常的棒 餐廳最有名的犀牛 它是採點主餐 享用沙拉吧的供應型 因為它只有限定六日的午餐 所以生意超好的 廢話不說 是說來一起看餐點區有哪些好菜 主要集中在這一區 美美的生菜沙拉區 開胃起司忍肉 美美的盆景沙拉 新式的竹竹開胃菜 攻略重點的海鮮區 直接大手筆提供 雪場蟹帝王蟹吃到飽 還有小龍蝦 還有扁蝦 而且居然連生蠔都有 不只一種 有提供兩種 過壽司和生魚片 還有生食級的干貝 多種熱食好菜 直接提供一整隻的魚肉 居然還有鮑魚生 羊扒炸芝麻酒 喜歡吃熱的也有焗烤龍蝦和烤生蠔 溫暖湯品和蒸籠點心 多種經典港式點心 還有超可愛的咕咕包 這隻比較特別就是提供雅閣的好菜 提供口水雞 最起叉燒太誘人了 樹枝現薄片羊 最期待的甜點區 哇像藝術品一樣的 餐前麵包 甜點都超精緻的 感覺甜點的選擇啊 比之前還要多 用一整磨的甜點可以取用 少女書兄馬卡龍 讓你吃 口味很多 跟之前一樣 理工杯裝的 還有冰棒版的 他跟大家桌上一瞬間冒出滿滿好菜 跟之前一樣他的菜色不能算很多 可是道道都是精緻的 因為這邊太多精緻的好菜 就不吃生菜沙拉了 滿菜海味的海鮮盤 生蠔 帝王蟹 小龍蝦 生蠔超肥美的 直接來大口吃生蠔 超肥美的 鮮嫩嫩 鮮度超讚 一點都沒有聽聞 只有滿滿的海味 小龍蝦 沒有大龍蝦的小龍蝦也是沒有誠意 肉還蠻好挑的 講得到有口感很好 還是吃生蠔比較簡單 肉比較軟一點 帝王蟹肉超大塊的 糖果已經幫你剪好了 可以直接輕鬆享用 好吃 味很鹹 然後也吃到海的鮮味 美美的干貝沃壽司 可憐沃壽司 干貝沃壽司 你會醋飯不會還好 飯有點太多 如果干貝夠新鮮 肉口食嘩 餡包烤鴨 叉燒 還有可愛的菇包 皮鴨 然後有廚師幫你把鴨肉放上去 再自己加醬料 鴨肉有酥度 而且很香 講話超酥的 然後甜麵蛋又不會太強鴨肉的味道 會吃到鴨肉的鮮味 桌菜才吃得到烏森 還有鮑魚 先來吃鮑魚 好酥 真的很鮮 吃烏森 好Q 吃烏森 還會不會很重 可以吃到 菇生的原本的那個鮮味 上次來沒有吃到的菇菇包 雖然店位還是要吃一下 裡面包的芝麻餡 芝麻餡蠻香的 不過是皮有點厚 主餐上桌 因為重點在自出霸心 我們點了最便宜的雞肉捲 買盤滿美的 份量也很夠 肉看起來很紮實 吃看看頭感如何 沾點醬汁 它的雞肉比較特別一樣 是因為它用疏肥的方式製作的 所以它低溫製作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會有點沒熟 其實是可以吃的 吃人的雞肉比較嫩一點 然後吃到原本雞肉的殘剩 蓄刷甜點下午茶食瓜 那個甜點都是超精緻的 也超美的 少女酥胸馬卡龍 也是吃到飽的 這也話不多說 立刻來個馬卡龍 看起來很正統 好酥喔 這是花仙粉 因為它的餡啊 全部還是有四十條粉一樣 不會那麼鹹 吃起來很舒服 好香 這綠色應該是開心火口味 看起來餡 好好吃 不過我還是拿卡龍就值得了 呵呵 這個甜點的飲食叫做 火藥阿拉斯家 哇 嗯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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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點它上面會淋上橙酒 所以聞起來會更鹹 然後中間包的是冰淇淋 冰冰淇淋很適合夏天享用 可以沾點 火藥 這個冰淇淋很好吃 還有加上上面的橙酒燒過的奶油 是不是還更香 最後一定要來個哈根大士冰棒 邊吃冰棒 邊來到最後的總結時間 雖然它的價位不便宜 可能一人要兩千多 不過我覺得以它的菜式來說 非常的有誠意 它不是走多的路線 可是它每道都精緻 就像海鮮就很有誠意 吃得到帝王蟹 然後小龍蝦 還有生蠔 中菜的部分 因為還有加入米其林一新雅各的一些菜 烤鴨 還有叉燒 還有一些熱菜的部分 都還蠻有水準的 然後重點 我很喜歡這甜點 這次的甜點 可能重點更多了 味道感覺有調整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甜 吃起來很順口 不會膩 而且它的餐廳維持一貫 溫華東方的好服務 服務人員都非常貼心 它會逼你的狀況 要適時的給醫學建議 然後我本來想點點名茶 因為我點那個口味比較淡一點 它就另外給我拼音筷 讓我可以加進去 超貼心的 送上超滿足的水果少年 吃好飽 微醺一下 想用美食 滾酒 就是免費的開胃小點心 來喝酒啊 當然要點個下酒菜 我們點了香酥魷魚卷 享受微醺時刻 然後一杯奶茶 大霧 這個是偽裝成奶茶的調酒 叫做茉莉 乾杯 大家早 又回到熟悉的文化咖啡 然後這是來吃早餐 健康生客沙拉還有 海味冷肉 薰鮭魚也沒有少 麵包 麵包麵 麵包都超精緻的 青州小菜 邪惡煎培根 炒麵 炒麵 炒牛柳 金餃 鬆餅 港式 點心 台式油飯 牛奶豆漿 清涼果汁 桌上一瞬間冒出滿滿好菜 然後發現它的菜色都還滿精緻 生菜沙拉 謝謝 這邊咖啡 謝謝 謝謝 精緻熱食點心 港式點心看起來很讚 然後還有這種 焗烤洋芋水鍋蛋 誘人麵包 看起來每個都想吃 不過 只能嫌自己的肚子不夠大 檸檬棒蛋糕 蛋糕夠端 吃起來不會太乾 很濕潤 然後外面有點裹一點 那個脆脆的糖粉 它除了那個自助飯的餐點之外 還有很多現點現做的料 現做法式歐姆蛋 還有蛋紙麵 很可愛的水波蛋 吃水波蛋最期待的切 蛋蛋時間 哇 飯熟的邪惡蛋液 這邊自己吃的牛肉麵 牛肉炒大塊 先喝一口湯 好濃郁喔 超厚的 嗯 因為它燉得很爛 很厚啊 很吃起來就是 很順的感覺 很辛苦 酷喔 好 好 小心 好 好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